普瑞哲过去就一向是比较小心翼翼的 一个美国的外交以及战略策划人员 普瑞哲写过很多的书 都在谈台海两边的问题 他也很小心翼翼的 希望两岸之间能够透过对话交流沟通 逐渐的解决两边的政治框架问题 也不断的让目前台海的状况 跟一个中国政策不要产生太大的冲突 也不要让台独当局认为有恃无恐 做出一些比较突兀或极端的行为 逼得美国不得不插手干预 变成中美战争 他认为这样对美国不利对台湾也不利 这当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一个比较浪漫乐观的想法 但是奎诸实际 拜登政府现在也急着要打台湾牌 因为他想要用联盟的方式 拉拢世界各地的政治势力 来围堵中国的崛起 虽然他的姿态上面 跟特朗普有一些差异 特朗普是要台湾主动惹事 要台湾主动去来挑衅中国大陆 但是拜登政府另外一个策略 他不希望台湾去挑衅中国大陆 或者是刺激中国大陆 维持所谓的表面上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拜登也好 民主党也好 过去就是台独力量的有力的支持者 所以拜登政府不希望台独政权 挑衅中国大陆 但是他却不断的 也会不断的打台湾牌 对于台独力量的支持者